破坏免疫力的七种行为 请容易患病的人收藏 免疫系统就像是人体的护卫队 帮助我们抵御疾病的侵袭 当免疫力减弱时 人就容易患病 一、睡眠不足 经常熬夜 与每晚睡7.5至8.5小时的人相比 每晚只睡4个小时的人 体内抵御流感的抗体会减少50% 建议 正常成人应保证7至9小时睡眠 老年人不应低于6小时 二、不良饮食习惯 节食、偏食、暴饮暴食 爱吃油炸和烧烤类食物等 都会造成营养不良 对免疫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三、精神压力大 精神紧张、压抑、悲观等情绪 会影响糖皮质激素等的分泌 进而影响到免疫力 四、不运动 研究发现 每天进行30分钟快走 慢跑等有氧运动 有助于改善白血球数量 改善免疫系统功能 五、滥用药物 药物虽然能帮助人体 对抗病原微生物 减轻不适症状 但也减少了免疫系统 对抗疾病产生抗体的机会 因此 像普通感冒等自线性疾病 可以避免用药 而像急性流感类 自身免疫系统已无法对抗 则要及时就医 六、不爱喝水 喝水能保持呼吸道粘膜滋润 减弱感冒病毒等的繁殖速度 增强免疫力 七、吸二手烟 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一样 有害全身健康 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